这条题目就是这样的 现在这个图第一个pattern就有六个点 对于任何的正经数n 第n加1个图就是比起第n个图加多n加3个点 就问第十幅图有多少个点 其实你可以看到n加1个pattern 你就当是第n加1个点去想 is就是等于 这个is你就当等于 就是第n个pattern 就是第n个term 再加n加3 这个就是recurrent relation 你的目标就是t10 另外第一个pattern是六点 就是t1term1 就是六 所以你可以一直看 如果你可以逐个加上去 例如t3 就是15点 t4就是t3 再加3加3 就是15加6 就是21 t5就会等于t4 再加4加3 就是21加7 就是28 你可以一路这样 你可以一路这样计算下去 但是你会发觉 如果你逐个这样计算 就会比较花时间的 OK 你会计算到 但是这样会浪费时间些 所以我们有第二个方法去想这个问题 你可以这样想的 第一个图有六点 就是1加2加3 第二个图有10点 就是1加2加3加4 第三个图有1加2加3加4加5 那么你一路发觉 其实就是什么呢 t1就是头3的int加上 t2就是头4的int加上 t3就是头5的int加上 所以去到t10 其实就是头12的int加上 头12的int加上 因此你就可以用回 sum of arithmetic sequence 这个其实是 arithmetic series 第一个图有1 common difference 是1 number of term t10 所以t10 其实就等于 头汉加尾汉乘汉乘汉乘2 那就会计算到 跟着这里 term数是12 OK 头汉加尾汉乘汉乘汉乘汉 除了呢 这就是78 答案就是c 好了 题目就这样的 这个袋里面有80张10 10 10 80 50 50 20 就问在里面 随意抽一张出来 问expected amount 是多少 expected amount 就是把银码 乘回相对应的机会率 即是等于 等于呢 10万 乘回抽到10 的机会率 就是80 over 100 了 记住总共有100张银 在里面 再加50 乘回20 超过100 计算到答案就是18 所以expected amount 就是18 好了 现在一班人有20个学生 有10个学生 12个学生 12个学生 现在有3个学生 两个学生 都没有读 就问有多少个学生 都读了两个学生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有10个学生 就读physics OK 我们用红色圈圈 就表示学生 人数 整个圈里面 就有10个 而12个学生 就读camp 即是说 绿色圈圈 就是读camp 人数 有3个 两个学生 都没有读 就不在这两个圈圈 在一个圈外面 这两个圈 重叠的地方 就是人数x 这个x 就是读了 两个学生 人数 OK 好了 现在总人数 就是20 也等于3 再加 10-x 再加 x 再加 再加 12-x 那这里 你就可以计算到x 就是5 即是说 两课都读齐的 有5个人 他就说 现在这个quadratic graph y 就是ax x加3 x加8 那就问以下哪个一定错 好了 先看看x座标 就是3 Vertice x座标是3 第1个就说 y-是8 第3个就说 1 24个point 就在这个graph上 找什么 我们可以细心看一下 这个其实就是Vertex form 而它那个Vertice 的Vertice 座标就是-3 就是 这里寫x加3 就是括弧里面 里面的位置是3 Vertice的x座标就是-3 后面这个constant 就是Vertice的y座标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graph 这里你能看到 就是无论那个A 如何变也好 你看到那个Vertice的位置 都仍然不变 左边仍然是-3 正-8 看到吗 这个A只能控制 graph的复杂 和它的开口方向 direction of opening 如果A是负数 就开口向下 open downward 如果A是正数 就open upward 所以第一句 Vertice的x座标是-3 这句不对 即是符合题目要的东西 因此C就不是答案 第二句 Yintercept是-8 留心 如果你代x是0 的话 Yintercept 就不会是-8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Vertice的位置 就在这里是-8 如果A是正数 它会铲到上去 所以一定就不会等于-8 反过来 如果A是负数 即是graph一定是倒下 Yintercept也一样不会是-8 如果A等于0 可以吗 不是quadratic graph Vertice的Y座标是-8 如果A等于0 那不是quadratic graph 所以又不成立 之后三个情况之下 Vertice的Y座标是-8 的话 Yintercept也不会是-8 所以 第二句 其实也是不对 也只是说 没有2那句 就不要 只剩下A和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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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这一点 再看一个Graph 我们 我们谈了1,24这点 很明显 A在不同的数值 各个Graph 也会不同 OK 很明显 就不一定会穿过1,24这一点 所以第三句也不适 第三句都未必对 未必对,但问题就是说它要一定错 它要一定不对 那你说,不是啊,会不会有机会这样扶转 那个graph穿到1,24这一点呢? 是有的,就是当a是1的时候 那个graph就会刚刚穿过1,24这一点 所以,其实是有机会可以的 所以它说,这个graph有没有机会穿过1,24这一点呢? 是有的,所以第三句就不一定错 因此最终答案就是a 它现在就说,在这个字,superman 就随意抽四个letter出来 有两个vials和两个consonants 就问有多少种组合 首先呢,vials就是说那些叫做 母音,就是a,e,i,o,u那些 所以你要数,究竟有多少个vials 在这里有,u,e,a,e,a 所以有三个vials 另外我只剩下五个就是consonant 现在我要是有两个vials 两个consonant 所以就变成这个组合 就是三个vials里选择两个 那为什么不是boy呢? 因为抽完出来就算了 我们不需要把那些字母再排队 因此就不需要用到permutation 只需要用combination c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不可以是c呢? 因为他说四个letter 选择了出来 就是代表那些letter 不会重复使用 不会重复使用 所以三个square 乘五个square 都不适合 为什么dot又不适合呢? 因为八c四之后 直接在这八个里面 不管任何限制 就抽四个letter出来 所以boy,c,dot都不适合 剩下a就是正确答案了 好了,现在就说了 xyz就是aphromatic sequence 就问以下哪个 都是aphromatic sequence 那我们逐个check 先看a 第一句 就说了 这个的10x加4 10y加4 和12z加4 那你就check 就是10z加4 减10y加4 化解就变成10 bracket z-y ok z-y 就是等于 y-x 对不对? 好了,那我们再 check 就是10y加4 减10x加4 就等于10 bracket y-x 就是两个一样的 所以 statement1 就可以证明到 这个sequence 都是aphromatic sequence 第二句 第二句 z square 减y square 呢? 你可以写作 z-y 成z加y 另一方面 y square 减x square 呢? 可以写作 y-x 乘成ers y加x 好吧 aid,奇怪了 z加y 和y加x 都是第一 Ryan 所以二 未必正是 所以 就没有건 第三 x-2k y-48 z-6k 我们设计Z-6k-y-4k就等于Z-y-2k 好了,接着是另一方面,我们就询一下Y-4k-x-2k就等于Y-x-2k Z-y等于Y-x的话,留意了 这句其实就告诉你,Z-y等于Y-x 所以你会看到,只要比较后行减前行,大家都有Z-y和Y-x 而其余的都是constant的话,independent of XYZ的话,那就可以说它是alphabet 所以第一句就是了 第二句,因为Z加Y和Y加X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所以这句就未必是 第三句,Z-y-2k和Y-x-2k是一样的,所以第三句就是 因此最终答案就是boid 13 好了,P就是moving point such that the distance from a fixed point A44 就是等于distance of the moving point from a fixed point 你说整堆字是什么意思呢? 可以把它变成数字化 P就是一个point X-y和44的距离呢? 就等于x-x-axis的距离呢? OK 好了,那接着你就去想一想,在图图试下画了 其实就是这样,现在我就要保持到a这个point 和moving point P的距离呢? 就等于p这个point和地下 x-axis的距离呢? 发现了,如果继续这样移动的话 距离要继续是一样的 那就问一下这条线数出来的local是什么? 这条线数出来的继续是一条parabra 就是parabra,就是parabra 就是quadratic graph OK 答案就是c 这条线数字就问了,由400到800 有多少个4的倍数呢?inclusively 那么400就等于 各个的first term 而800呢?就是等于第N的term OK 好了,重点就是,那你就想一想 400到800的倍数呢? 那么那些数字的规律就会怎样呢? 最初是400,接着是404,接着是408 一路去的嘛 结果其实形成了一个arthromatic sequence 那个的common difference d呢?就是4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设计 一条equation 第N的term 800就等于 first term 400 再加n-1 乘回b 就是4 那就会计到n 就会等于 101 1 所以连结合 400和88 在内 总共就有101.4的倍数 这条就问了 那这个zometric sequence 4 8 16 一路加 到第12个term 就问总和是多少 好了,总和就是这样 第一个term 第一个term 乘回r n-1 除了r-1 就是8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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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不戴眼鏡的人數放份帽 所以直接計算35減20乘0.4 減15乘0.6 這就是不戴眼鏡的人數 即是18人 而又要測到那個人是男生 以知道他不戴眼鏡 現在又要他是男生 即是不戴眼鏡的男生 所以份子就是20乘0.6 20乘0.6 很多同學都只是把20乘0.6 就算了 就沒想到要是同Given的Condition 就是按 所以就不只看這個男生 是要不戴眼鏡的男生 放份子 所以就是20乘0.6 那就12除了18 計算2乘3 或者有同學會直接運用公式的Method 2 可能會這樣寫的 有些同學 就是將1 減回抽到是男生 戴眼鏡的Probability 再減回女生 戴眼鏡的Probability 整個份母就是不戴眼鏡的Probability 份子就要是不戴眼鏡的情況 and my 男生的情況 所以就是不戴眼鏡的男生 所以就是不戴眼鏡的 男生的Probability OK 先抽了男生 20乘0.35 裡面再乘0.6 整個計算都是2乘3 這條就是化解這個Expressions 然後把你的答案用正指數表現 Positive 正指數 就是index是負則不行的 做法是這樣的 首先就把這個負4次方乘入的固化裡面 變成X的正8次方 Y的負12次方 份母就是X的5次方 Y這裡有個隱藏1次方 OK 你只要做到X的A次方 Y的B次方 再整個N次方 你懂得這樣乘開的話 基本上都會有分得到的了 下一步就是把負次方變成正次方 本身X的5次方 Y的1次方在墳母 而上面有個Y的負12次方 把它放下來 變成Y的正12次方 然後X的8次方 接著 下一步就是最後出答案 X的8次方除X的5次方 就是X的3次方在上面 因為上面的X多一點 分母大家都有個Y Y的1次方乘Y的12次方 同底相乘 次方相加 底也是Y 所以有Y的13次方 因此 最悲答案就是X的3次方 Y的13次方 好了 這條就是要 makeX the subject of the formula Y等於X加3除X-A 立心了 X做subject 即是左邊要是X 右邊就沒有了X 那我們看看怎樣做 看到一個分數裡面 分子或者分母多過一個term 你先括實它 因為將來可能處理乘數或者除數 有機會要整個分子或者分母去移動 現在你要把整個分母的X-A 搬到左邊變成 所以就變成Y bracket X-A 等於X加3 這裏你會發覺 你有括號 和沒有括號都沒有分別 因為只有X加3自己 所以直接進去都可以 有同學去到這個位置 我可不可以直接把Y乘進去 跳一步 即是下一步寫YX-YA 等於X加3 你一步去這個位置沒問題 接著下一步 就要把X收拾到左邊 就是YX-X 等於3加YA 然後左邊就是YX-X 留心 這裏有一個1是隱藏的 你抽common factor 就變成X bracket Y-1 右邊3加YA 最後這個Y-1 要丟到旁邊的分母 就變成除 分子形成3加YA 先畫這個分數 這裏就要放回Y-1 整個數字就做完了 這條就要factorize partA和partB 有時候你會看到 partA的expression 不是那麼容易factorize 有時候partA這條就比較麻煩 那你可以怎樣做呢 要不就全部交給計數機做 它一次過幫你用cross method做完 那你就不用煩 如果你不需要用這個方法 你就考慮一下第二個方法 就是看看partB和partA的比較 partB和partA的分別就是在於 第一 後面這裏的三個圈是一樣 不過正負直相反了 第二 多了8A加2B 你細心留意一下 8A加2B 其實可以考慮一下 心算 抽 common factor 2乘4A加B 好了 如果 要A和B 有連接關係的話 即是partA其實 都會有一個factor 叫做4A加B 要不然它不會 無緣無故問這兩part OK 如果它特地出條數 出得很差 兩part沒有關係 但通常出的 factorization 兩part都有關係 所以你可以放膽的 留意到 原來partB 有一個factor 叫做4A加B 即是partA 這個 的 算式 都一定會有一個factor 4A加B 問題就是 只剩下這個 可以把4A 除4A 除4A 只剩下一個A 然後 後面這個 把負7B 除4A 除4A 只剩下一個A 然後 後面這個 把負7B 除4A 除4A 負7 然後負7 即是剩下一個 負7 那你出到 所謂的兩個route 一個就是 負4分1 另一個就是 正7 那你就要自己做些 異行 組成好 如果給我 看看 PARTB 有沒有什麼 的顯示 可以幫助 做factorize 不一定 經常都可以 OK 通常就是 PARTA factorize 一塊 PARTB 無故在尾 或頭多了幾塊 就是那個貼士 所以觀察到這個 之後 PARTB 整塊factorize 就相對簡單 這塊 前面 就說過 8A加2B 就可以抽2出來 變成 T spend 抽1 chunk 把它補 ؟ 知道 重新可以 dni 大約 你就可以 下一社會就照額了 2 和 a 的 分別 比 整匹4a加b乘a-7b 有一个新的common fetal 就是4a加b 照写 然后就抄了 2-bracket a-7b 最后要化中复好的东西 就是4a加b 然后就剩下2-a加7b 这样就成组成组织 这条就是这样的 解释fx就是x2-2kx-12 解释这个graph穿过39 就问k是多少 那parta就很容易做 他说如果有个graph穿过一点的39 就是代表什么 x可以变成3 y可以变成9 因此parta就可以直接写 9就等于f3 那什么叫f3呢 就是说 x的东西全部变成3 这样 3的square 1-2k x2-3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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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会算到k 那就自己做2看 k的答案 就会得到-2 到partb 他说找回这个vortex of wildern ethics 他因为没有走到 你用competing square的方法 其实你就可以用 exus of symmetry那招 或者你用competing square也没所谓 或者你用competing square也没所谓 或者你用competing square也没所谓 因为k就是-2 所以中间这个就表示正4x-12 那你说用competing square也不太难 因为这里x square的coefficient 已经是1 所以你要加的数 就是将x的coefficient 除2 再square ok 所以你的写法就是这样 就会是4除2 心算 就是2 2再square 就是4 加4-4 就是2 这些 content 你做心算 会快点 不是下靠计算机 接着呢就变成x 加 把这个 这个 这个4 就开方 就是2 就是2 就是bracet square 接着就减16 那就留意了 最后呢 写一把rotect x座标就不是正义 这里就写x加2 而已 ok 那这个rotect x座标是-2 y座标就是-16 照顾后面我说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多人呢 你也可以找回 axes of symmetry 就是x等于-2 boy over 2a 的招式 好了 2.a 就是0 4 b就是80 p就是moving point 令到p a就是pb gamma就是p locus 找回 equation of gamma puppet就是画出来 然后就讲回 gamma和ab的关系 如果你说你有读书 你背了的 你一看到这个关系 那你立即背到 gamma就是ab的 这个线段的 perpendicular bisetta 所以你立即找到 ab的midpoint 然后再找回 gamma的slope 那是没问题的 即是你预先发现到 这件事 ok的 但是你说 我不记得了 纯粹用回 代数的方法去处理 行不行 一样可以 不过你要记住 那个入手方法 就是 永远同亲lokas 有关的题目 又要找equation 的话 你就用那个moving pointp 就是 叫做 x y 接着就要很小心 寫这个equation pa等于pb 是什么意思呢 pa就是长度 长度的formula 就用回 bistance formula 就是 开方 开固 x-0的bracket square 再加 y-4的bracket square 这个就是pa的长度 等于pb的长度 就是bracket x-8的bracket square 再加y-0的bracket square 最正统的写法应该是这样的 x-2的bracket square 加y-2的bracket square 再加一方 你知道两边都找长度 你不开方也可以 所以直接写这两个的bracket square 加上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你省一部而已 就是这个 等于 这样 可以省一部 不用说两边再加一部 拆过 x-2加y-2 减8x加16 就等于右边 x-2-16x加64 加y-2 你看得到 左右两边都有 x-2和y-2 减走了 所以 做一些 移看 OK 这里打错了 应该是y的 就会变成 就是16x-8y 之后 再是 减 48 等于 0 当然 你全式可以 就是 除以8 就变成 2x-y 就变成 6等于 拾回y做subject 就变成 y就是2x-6 这就是equation 到part b 要画出来 你画出来的那条线是这样的 第一 画一条直线 y等于 2x-6 y-6 第二 你要显示到 这条线是穿过ab的midpoint 所以你要画两个黑度 代表这两只一样长 第三 就要显示这条线和ab的line set 互相垂直 所以要加一个直角 要显示完这几样东西 好了 接着到part c 就是说要说回ab 这个line set 和这个gama之间的关系 好了 那就写回吧 part c 一定要答一个keyword gama is the perpendicular by set of line segment ab 那写就可以了 在盒子里面有八种不同的苹果 两个不同的啤梨 和七种不同的橙 现在在里面 就同一时间选六个生果 就问有多少种减法 如果起码五个橙 首先你要做的就是想想 8加7加2 总共就是17 留意了 它的重点就是要选起码五个橙 OK 所以你有多少个选法呢 就是起码五个橙 或者要六个橙 对不对 或者要七个橙 怎么选法呢 有些我们不用想的 例如七个橙 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六件生果 所以最尽是只有六个橙 可以选出来 虽然它整体有七个橙 但最早只有六个橙 所以你就想想 这个重点就是要放在五个橙 或者六个橙 今次它问 number of ways 有多少种减法 它并不是找 probability 所以你要答的就是 那个 number 记住 你计算出来的数字 就是整数来的 OK 就不会计算分数的 因为它在问有多少种的数法 留心了 我要在那七个橙 里面减五个出来 不够的 你还要剩下 要成 好了 有些同学他就会想 那需要想起 啤梨 或者苹果 有多少个配备 你是不需要这样做 因为你只需要想 就是 总之剩下那十个 就不是橙 那里就十四一 就可以了 即是说 在那七个橙里面 选五个出来 就有五个橙 剩下那十个不是橙的 生果 选一个出来 那就OK 这一块 就已经是表达了 选了五个橙的情况 Exactly 五个橙的情况 或者 我们用加好连接 七个橙里面 我们选六个出来 跟着 剩下那十个不是橙的 我们一个都不要 就是10c0 那这个呢 就会是 选六个橙的情况 所以 用计算机 按 217 那这个数 就完成了 关键之一 就是你要把 苹果和 啤梨 当成十个 不是橙的 水果去处理 好了 这条就是 问 有五个男子 七个女子 那就排队 就问 以下的机会率 A 两个男子 就是 站在旁边的 机会率 就是全部 全部男子 站在旁边的 机会率 B 就是说 没有两个男子 站在旁边的 机会率 那 有课 是否三个男子 四个男子 是否可以呢 那你就想 如果三个男子 站在一起 或者站在旁边的话 就已经包含了 二男子 所以那些都不算 因此 部分B 其实就是问 要全部男子 分开站的情况 那我们逐个看 我们把全部的男子 绑在一起 叫大B OK 全部boys 剩下7个女子 就G1 G2 G7 就是这里总共有 8件object 这样 我要全部男子 站在一起 这里就有8件物件 去排 所以就是 产生8的 factorio 这样一种排法 但另一方面 因为那些男子 都会是 互相调位排队 其实B 是 变成B1 B2 B3 B4 B5 绑在一起 而这五个男子 都会排队 所以就变成 这里有5的factorio 因此 总共的排队方法 就是8factorio 乘5factorio 乘5factorio 就是8factorio 乘5factorio 除12factorio 1除99 到B 要没有两个男子 站在旁边 那我们就会想 先排队 G1 G2 G3 G4 G5 G6 G7 所以我们就会这样 在每个女子旁边都放一张椅子 我们先排队 那 总共有7个factorio 那么多种排队 另一方面 现在我们就给B1 B2 B3 B4 B5 有多少种选择呢 8 C5 那你说 选择完这些椅子之后 他们可能会排队 这样 那就要乘5factorio 没错 所以你可以8C5乘5factorio 或者甚至用一个再简单一点 8p 也可以 两个都可以的 所以 那个分子 那些分子 那些分子 就是 7factorio 就是排队了先 再乘8p 4p 5 就是排队了 那 尤其 就是 7除99 那 成数 就做完了 这条 就是说 Aphoromatic sequence 里面 如果那个1st term 是3rd term 的4倍 这条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1st term A A 2 2 就是等于 这个 等于 那 4倍于3rd term A加2d OK 另外 the sum of the second term 就是 a 加d 再加 the fourth term a 加3d 就等于4 其实这里就有两条equation 两个unown 行不行 所以这里呢 let a and d a be the first term and common difference respective 因此 你可以用回 两条equation 两个unown a等于4 乘回 a加2d a加d a加d 再加 a加3d 就会等于 4 equation 1 和 equation 2 一般的解释方法 大家都比较熟 那有没有快一点的呢 有的 其实equation2 你会见到 a加d 再加a加3d 就是 a加4d 就等于 4 全式除以 a加2d b就等于 2 所以你就可以 叫这个做 equation3 所以你就 sub equation3 into equation1 a 就会有 4乘2 即是 8 继续了 因为它是 first term 所以 the first term is 8 那就可以了 就是 2 5 0 246 242 一路加上去 如果 sum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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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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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加n-1乘回d就是那个的心能 所以这里就是4240等于n over 2 这里你就写了2乘250 即是500你可以写 接着加n-1乘回-4 心的d是-4 你甚至把-4与n-4放在前面都可以 你可以这样写 下一步就是化简的 4240等于n乘500 减4n加4 跳步变成504 减4n over 2 这里你可以把2和里面固好的东西弱了 就变成4240等于n乘252-2n 然后拆固好 撿回两句做standard form 2n square-252n加4240等于0 在这里你就知道了 这个standard form a就是2 b就是-252 c就是4240 那多数都会写机的 就是写到n就是20 或者n就是106 这堂可能不会觉得奇怪 有两个n 那需要不需要reject呢 其实今次真的不需要reject 你只需要写回 factor form n-20 n-106等于0 然后计到两个答案 然后写回 there are 20 terms 或者106个terms 那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现在解释一下 这里其实那个n和sum of the first n term的情况 譬如n是1的时候 就是头1个terms加上 那就是250 你会发现 一路慢慢加到20个terms 它会去到4240 你看到它慢慢是在增加 但是增幅会慢慢减少 看到吗 然后它会 因为开始到某个位置 它会减少 所以慢慢减少 减少到某个位置 它会减少到4240 知道吗 因此 就会有两个答案 一个就是小一点 刚刚冲上去那段 另一个就是n会大一点 因为开始到中间 它的terms变了负数 慢慢减少 减少 减少到424 所以两个答案都接受 这就是关于probability的题目 Andy和becky 就玩一个game 就是他们随意抽一张卡 就有replacement 就由一搭 52张的playing card 就可以抽 Andy就抽卡 如果他抽到picture card 即是jack queen 或者king 他就赢了 否则Andy就放了一张卡 到becky去抽 如果他抽到重心 他就赢了 大家终于抽 轮流 Part A就说 Andy在第二回合赢的几率 Part B就说 写下他在第二回合赢的几率 Part C就问Andy 赢了这个游戏的几率 然后最后就问 这个是什么 Fair game 续part续 A part就是说 Andy要赢的几率 就要他抽到picture card 我们先计计 每一回合 他抽到picture card的几率 第一回合 第一回合抽不到picture card 然后到Mary的第一回合抽不到赢的几率 然后再到Andy的第二回合抽到picture card 第一是Andy赢的几率 第二是Andy赢的是 然后这狗就是Andy赢回 所以乘出的Q是45 over 338 到部分B了 它要在第N次赢 留意到它要在头的N减一次 Andy又抽不到 然后在头的N减一次 Becky又抽不到 就是两个都乘回N减一次 接着到第N次 因为Andy抽签 所以就乘回3 over 13 这样 这个你要化解 10 over 13乘3 over 4 就变成了 就是这个15 over 26的N减一次方 再乘回3 over 13次方 第一 就是在最后 记得了 这里就要把3 over 13 就拍前面 把15 over 26的N减一次方 就拍后面 没有了成功 才化解完 到部分C了 那你要计算Andy赢的基率 其实就是这样想 要是第一次赢 3 over 13 要是第二次赢 即是什么呢 就是3 over 13 一路加毛子 一路加毛子 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就是 sum of gs sum of infinity a加ar加ar2 一路加 那那个第一次赢 就是3 over 13 而那个common ratio 就是15除26 留意 这个15除26 就是在1同负1之间 所以这个sum to infinity 就是exists的 你就可以用 sum to infinity 那颗色了 就是用 3除13 over 1 减 15除26 等于呢 over 11 这个就是用 sum to infinity 的角度去处理 或者有同学会这样想的 我要 我叫 let p be the probability that Andy wins 我当时Andy赢的基督是p 他要赢的方法就是这样的 要是第一回合即赢 3除13 或者 如果当他和Becky都赢不到的时候 也抽不到第一回合即赢 那 game就还原 即是那张牌就去Andy手上再抽过了 即是游戏重新开始 Andy赢的基督是什么呢 又是p 所以说你执回p做subject的话 你一样会执回 3除13 over 1减 15除26 一样都会计回6 over 11 当然了 你责完p之后 你想要加个答他 那你自己加 part D就问这个是不是fair game 那就其实相对简单 公平就是大家赢的基督都是一样 那你就计回probability Properability that Mary wins 就等于不是Andy 赢就是Becky 赢的 Becky赢的几率是1-5 over 11 要说因为两个几率不相等 所以这就当是Fair Game 有同学说我说不等于2-1 因为如果是Fair Game 如果大家赢的Git应该是2-1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没问题的